我們今次又回來了 如剛才所說的 是馬上再做情緒、能量和靈性的 我的腳很鼻 因為我現在坐在這裡 我的腳沒有辦法伸展 救命好鼻啊 我就... OK 快點進來快點 我們開始說 我們開始說 OK 救命好鼻 救命好鼻 好了 剛剛有些人還未移到問題 OK 我們分四個層面 你知道我經常說 其實你一個問題 OK 一張桌子 一張桌子 那張桌子可以叫做胃痛 胃抽筋 可以叫做偏頭痛 大家例如是癌症 可以是糖尿 可以是任何東西 這樣東西 是有四個層面 對不對 有物理層面 有情緒 能量和靈性層面 四個層面 所以我都知道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 聽到四個層面 所以我就會將節目斬結 現在就說情緒 能量和靈性 OK 進來的人 告訴我 進來吧 我再看看 Sheen 我看看你們進來沒有 進來快點進來 好 好啦 還未到剛才的半人數 嗯 有些人進來是流了熱的 OK 好 我們開播吧 開始說了 好,好 我們往往情緒都不處理這件事 例如男人說你害怕被人覺得你不男人 你說你焦慮不安被人覺得你是弱者 大家都很避開,不喜歡在你的感覺 不想接觸到情緒 覺得是弱者才有的 我想說這次疫情作為例子 西方社會普遍喜歡什麼 不戴口罩的人缺乏了恐懼 恐懼可以保命 如果他們懂得害怕的話 他們未必沒有學識 他們未必沒有讀書 很多香港紅蘇綠眼洋人在街上真的不戴口罩 他們笑回香港人 覺得我們戴口罩是很愚蠢的 他們覺得自己有做健身,有均衡飲食 他們有抵抗力,怎麼會有事呢 包括我妹妹都是 都說我們都很愚蠢的 都說我們都很愚蠢的 都說我們都很愚蠢 都說那邊的人誤會大 現在他們懂得害怕 這個害怕 在這個關鍵時刻 是可以保住你的命的 你懂得害怕 你才會採取相對應的措施 如果你不懂得害怕 香港也有的 好像有線新聞在街上訪問 他們也是不懂得害怕的 覺得大菌吃細菌 現在不是說菌 病毒是怎麼一回事呢 你只要給他機會 他一定會吃了你 就是這麼簡單 他是要找宿主 他是要入侵人體 他要學生 所以你要做的 不是去賭大小 你不要那裡來的自信 覺得自己會沒事 那我想問全球死了的人 好像有六千多人現在 那六千多人是因為什麼事呢 是他的神不愛他 還是他該死呢 沒有該不該死這件事 我想說 and again 你給這個病毒機會就可以了 just give it a chance 你就會中 中了會不會 能夠生存下來 是另一回事 有人 的確 他年輕一點 身體好一點 但是我想你們留意這件事 今天 所謂的22個 個案 14個是確診了 有8個是初步確診 這類人很嘔疼 but anyway 我稍後再解釋多一點 他們呢 很年輕的 由嬰兒 很年輕的 全球一個是一出生就中了 去到二十幾三十幾歲 年輕人都有的 他沒有 他不discriminate 很公平的 這個病毒 OK 他只需要你給他一次機會 就可以了 所以我剛才才說 你每一次出街 你預定自己一定中 試死如歸 OK 是不是好笑 其實不好笑 但是你要懂得害怕 OK 你說我 在你們大家 心目中引起恐慌 如果我引起恐慌 可以救你們的命 Why the f not OK 如果害怕是可以保命的 為什麼不害怕 請問 害怕是好的 在這個時候 很多時候的害怕是沒有意義的 對的 你失驚無神 你晚上怕鬼做什麼 你見過鬼嗎 你不明白嗎 你不要怕無謂的 但是恐懼本身 正如所有的都是 它有正反兩面 如果你發覺 我從小到大 我怕這件事 你解釋不了 那行 做催眠 看回它的源頭在哪裡 為什麼你會怕這件事 OK 前世催眠 大家可能有些人會問 這件事是真的 我老師 我這次學幾位老師 說得很好 真不真不重要 其實 沒有人確認是真的 因為沒有人可以去你前世看這件事 是真的 但是 如果你的潛意識跳了這個畫面出來 就是你要處理這件事 就是這麼簡單 而我們現在要處理 是整個地球 說真的 如果西方社會 不是那裡來的自信 說 This is just an influencer OK 那就不會這樣 今天出了一個GIF好笑 就是一套劇集裡面的一個畫面 就是兩個守城門的 西方 兩個守城門的士兵拿著長矛 站在那裡 然後有一個人在對面 啊啊啊啊啊 這樣 然後跑 然後這次的GIF 跑的時候寫著Coronavirus 在頭上 然後跑 然後 就是一月 然後 那兩個人繼續這樣看著他 然後第二個畫面 他又來了 Coronavirus 再跑 FAM 2月 那兩個人繼續是沒有反應 第三個鏡頭 就是他衝過來 捅死了一個人 然後衝進去 進了城門 然後旁邊那個就說 Pandemic WHO OK 我一直以來 我為什麼這麼反霸權呢 任何認識的霸權 不要以為我只是針對 就是醫學霸權 任何認識的霸權 我也很反對 因為你是一個霸權的出現 代表無數的聲音被滅聲的 OK 也都代表無數這麼多人的利益 是被侵蝕了 大家一向都很相信WHO 國際權威來的 大家都很相信他 這次香港人你還相信不相信 西方社會大把人還相信的 很多的 相信他 不用戴口罩 你記不記得我們最初1月15號 世衛都還在說什麼 說不需要擔心 沒事 他去到什麼時候 去到一個禮拜前 才說是一個全球大流行 之前一直都說 讚揚中國抗疫非常之好 然後又說他的努力令到疫情 令到控制 我請問你控制了在哪裡 OK 就是你根本就是 中共衛生部 我想這個憤怒 大家都會分享 但是如果我們說西方社會 他有應有的懷疑 我們經常都說 人家疑心病 什麼都懷疑 我看你懷疑什麼 如果你懷疑 WHO的說話 你懷疑 你的主生醫生給你那個判斷 你再找2nd opinion 3rd opinion 其實沒有壞的 我媽媽當年 我不是說她陪我爸爸去看心臟專科 跟醫生說 不知為什麼我媽生膽石 會跟心臟科說 這個人是妙的 但是 如果她不是聽了她說 你有膽石 那你要避開所有有油的東西 我媽媽就不會變避了幾十年 OK 如果我媽媽當時有2nd opinion 她不會這樣 但她沒有 所以2nd opinion重不重要 是重要的 問題是 喂 WHO都開了聲 那哪裏還有2nd opinion Well There you have it 那你明明怎樣我反霸權 就是因為一個變得太大的時候 就沒有了第二把聲音 那你說 香港這個地方 是不是一個醫學霸權的地方 主要是西醫霸權 當然是 我都說很多年前 我說可能十幾年前 那天出的保暖內衣 我已經提及過這個例子 就是一個保暖內衣 她就說 她的設計是去到後頸 遮蓋到大椎這個位置 因為人體這個地方 最容易受寒 如果凍傷的話 就會影響到身體的保暖功能 然後記者 天才 真的 就拿著這句話問西醫 那我真的問你 I'm sorry 你是不是智障 其實就是大椎穴 穴位 不是西醫概念 你拿一樣 不是西醫概念 就是問西醫 她當然是沒有根據 所以各位 今次WHO這件事 今次香港人全民自發 全民去撲口罩 全民不信政府 林鄭說什麼 戴了口罩都要她們脫下來 現在她就自己戴 你現在也不要戴一扮 火都離開了 還有 前線的忠誠勇毅 你們這麼勇武 你們不要戴口罩 在病毒面前無畏無懼 你們粗得這麼行 這麼打得 對不起 如果你們本身是熱愛政府 和藍絲親中外國 你真的不要聽我的節目 因為我是很強烈的政治立場 不要想著 我只是想進來聽健康資訊 有很多網站都有健康資訊 是的 我知道我支持一家 我知道我很特別 我知道我有四個層面 可以圍繞著一個問題去分析 我知道 但如果你不能接受我的政治立場 就不要聽了 不要緊 不要浪費時間 那 記住 病毒面前 人人平等 不分貧富 這時候我又要說 我有一個朋友 去過印度回來 去了一個半月 未去之前 我已經在擦他了 叫他不要去 因為呢 那時候香港爆了 但是呢 印度是未爆的 那我跟他說 我說你不要去 老老實實 我說你去到印度那邊 有什麼事呢 那邊的醫療 真的不太先進 如果你帶著菌過去 你真的可以害死人 你知道嗎 OK 不聽 當然是不聽 當然是過了 過了去 過了去 玩了一個半月回來 然後呢 他 我不會開他的名字 我照說 你不要想著 你背後說 他聽不回來 你預期他會聽不回來 所以我會在鏡頭面前說 OK 是的 但保障私人不開名 啊 回來了 13號回香港 13號已經立刻 約我們幾個朋友 認識 我立刻跟他說 我說 不要了 香港現在爆了一個 有印度旅行團 記不記得 有幾個人都中了 沒有十個八個 有六七個 我跟他說 你怎樣肯定自己 沒有帶病毒 我說 如果你有帶病毒 而你是沒有症狀 記住 最短的潛伏期可以兩天 而最長是有九十四天 這一個 我試過在Facebook 其他網站留言 有人說 神婆 還是什麼 你這次尖出來 我說 其實不用尖 因為其實有報道到 那時候你串人之前 你可以自己做一下功課 這樣 那我披了一條網站出來 披了一條網站出來 是一百二十四天 如果我沒有記錯 那個人是 在大陸 村州過省 去了幾個地方 然後回來 都不發 去到很後期才發 記不記得 這次 有個爸爸 進了進陽村 然後女兒 都是隔了三個幾星期才發 記不記得 有的 因為每個人的身體都不同 所以為什麼 我不是說 我不買西衣 例如 大家例如 如果我生了一個樓 我要割的 那我當然要找西衣割 難道我找一個推拿絲 幫我割嗎 難道我隔空取物 不要瘋 但是你要找一個 對的 approach 我只不過 我剛才所說 你要question 如果西方社會 這次懂得question WHO的話 他們不會落得這樣的下場 不會死那麼多人 意大利的庫文是一版半 即1.5頁 變成10版 有個很出名的建築師死了 很多小朋友 我有片很慘 小朋友都扯了蝦 在醫院裡 因為廢遷違法 你看到這些 你是覺得很慘 是很慘 我明白我很同情 但在同時 你是不是真的沒有責任呢 你記住 在靈性角度 所有發生在你身上的事 你都是有責任的 當初如果你懂得question 你聽到的資訊 你是不是要相信政府所說的話 你是不是要相信所有的權威組織所說的話 醫生是不是權威 是權威 他會不會錯 他都會錯 為什麼 他是一個人 不是針對他 OK 那你說 我頭痛 我頭痛到開不到膏 但有個客人要見 我都會拍子痛藥 為什麼不 因為我還要function 但是 如果我有一個慢性病病 大個例子 我有糖尿病的話 那我是不是應該都要看看我的飲食 對不對 OK 那如果我人永遠都累奶奶的時候 那我是不是可以看看我的經絡 麥論是否有問題 對不對 那所以 我經常都說我不是against某一個人 而是 我是希望大家有個持平中立 而且又懂得判辯的思考 即使是權威 他都可以錯的 所以如果你看醫生 醫生大家來試試看 說你癌症 這樣 你不要相信那個醫生 就一定是對 喂 我都說我現在又給你錄音 好嗎 我又來了 又聽到我的事 好嗎 好 我先找出來 等等 OK 哎呀 我安靜的音 等等 之前照過MRY 又照過另外一個叫正電子掃描 其實都已經完全是掃描過了 有黑影 然後卵巢 也都是 下了7.7cm 很大的東西 但現在什麼事都沒有 OK 這個是一個癌症的客人 是個媽媽 這是她的兒子 OK 這個案子 如果你們聽過我的節目 你們都應該聽過 就是她的媽媽在醫院 兒子 托上托地找人 叫我幫她做能量清理 OK 不是生酮的 做能量清理 然後 噢 出來 沒有啊 之前明明MRI 什麼CD scan 正電子掃描 一堆東西 說7.7cm 有黑影 但之後沒有了 不是我是神跡 不是我 懂得五餅二餘 或者我懂得做什麼 那你可以說 是否能量治療有用 廢話 我當然是信有用 如果我不信有用 我怎會做這件事 但是我可不可以寫包單 每個人有癌症 你來吧 我幫你做能量治療 你康復 我不可以這樣說 我絕對也不會 而且每個人都知道 如果你是在吃藥的話 我會叫你繼續 我也不可以叫你減少 或者叫你不吃藥 我叫你吃藥的部分 你聽回你的醫生 你醫生要你開刀 做手術 做化療 吃藥 我幫你聽他說的 因為他是這方面的專業 我不是 但是我可以給你其他的意見 但是這個人 這個醫生跟他說 7.7cm是癌 細胞是腫瘤 如果他去找另一個人 第三個醫生 可能就說不是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未必關我 能量治療師的 可能根本真的 是一個誤判 你怎知道不是 所以你要懂得 該恐懼的時候 不該恐懼 這個病毒 這個病毒面前 是人人平等 他不理你 年輕 漂亮 醜 有錢沒錢 讀多少書 他不理 他有機會 他就會入侵 所以不斷你出街 就當自己 奶硬的 死硬 中硬 做最高級別的防衛 我現在出街吃東西 我連餐具 碟 我都噴酒精 因為你怎知道 你怎知道 那些東西 洗完之後放在這裡 上一手洗得乾不乾淨 不是說餐廳的清潔 洗碗工洗得不乾淨 而是真的 以前出過一些報道出來 他們再檢查 是有殘留的 真的 洗潔精的殘留 甚至對上一手的口水漬 你怎知道 噴吧 噴酒精 噴完揮發了 你才用 是否安全一點 酒精抹紙 抹紙 抹紙 整隻抹紙 你怎知道這東西怕熱 這東西未必怕熱 為什麼 今時今日所掌握的資訊 真的不夠 所以這個時候 例如我之前說的 椰子油 黑棗耐樹皮 這東西本身有抗病毒 antiviral 那你知 有一位自稱醫生的人 很喜歡針對我 是吧 他走出來 因為我吃人圈 第一 椰子油 是通街可以買的 黑棗耐樹皮 也不是只有我 可以買的 周圍都有 我講的這東西 是證實了 抗病毒 功能 它有這個功能 代不代表它能夠 可以用到這個 冠狀病毒 這一個新的 武漢肺炎 不代表 這是事實 我也知道這東西 為什麼 你除非真的 在一個醫院 反覆檢測出來 真的 Double Blind 了出來 Golden Standard 出來真的有用 你馬上說有用 但我不是說 這東西 你用椰子油 你吃椰子油 你吃椰子油 你就沒事了 你吃椰子油 朗口 做油膊 你就不用怕病毒 我不是這樣說 OK 包括你 銅湖裡面的銅水浸了一晚 它都有對抗病毒的作用 但是不是這隻病毒 還是第二隻病毒 有這麼多隻病毒 OK 所以 不要相信任何的偏方 這個時候 不要相信 比如像這一支 大家都認得 如果用過的人 都知道是什麼 OK 我自己有噴口 OK 我生菲 知道我會噴口 但是代不代表 我會這個時候出來 推銷你 或者叫你去找朋友 買這隻東西 我不會 OK 因為人命來的 這次 該恐懼的時候 要懂得恐懼 知道要保護自己 OK 因為這次 衰得說 真的會死人多 因為太輕敵了 你看英國 昨天有沒有看到那條片 還有演唱會 他們還在戶外 那些 不知道 我不知道的人數 可能幾萬人的演唱會 還是不當一回事 這是什麼 是無知 是傲慢 輕敵 以及不懂得害怕 所以情緒 這些就是情緒 你很害怕 很害怕 OK 最重要是被人笑 看誰笑到最後 這件事 好嗎 你為了自己 為了身邊的人 你要活下去 正如我說回 我印度 朝聖團的朋友 回來 13號回來 13號已經約朋友吃飯 我跟他說 你怎麼肯定你自己 不是帶病毒 你怎麼肯定 你沒有症狀 都可以的 你傳給其他人 而別人帶回家 惹了別人的父母 那條人命的數目 就在你身上 你是佛教徒 你願不願意 什麼因果 就是生生世世 OK 你問我 我肯不肯定我沒有 我不肯定 我怎麼肯定 我沒有檢測過 還有 我跟著那個 Dr. Eric Ding 就是哈佛那個病理學家 他說 其實現在的測試 只有三至五成的準確程度 所以為什麼有什麼 假陽性 假陰性 又來 左左右右 反反覆覆 因為他真的只有三 大家用個字 Sorry 他只有三至五成的準確程度 那你怎麼肯定 自己一定會沒事 不要這樣想 OK 所以我先說 你出到街 你一定 預算自己 中了 帶回來 OK 好像我剛剛那個方法 我想到是這樣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by all means share with us OK 因為你記住 我的 我不想用這個字 我的初心 我17年4月 好像20日 走上來講生同的時候 我真的 自己看一本書 我覺得很好 我想跟大家share 我是不是想著 我將來會開一間網店 我會開一間店 並不是 我當時在餐廳 做私房菜 I was making decent money 我不是想著做這件事 去賺錢 說真的 我想回頭 那時候我更舒服 我一天就去煮一餐 然後不喜歡接 booking 我又去旅行 很爽 現在比以前更辛苦 讀這麼多東西 OK 但是 我想說的就是 我現在不是 我講這些東西 包括我從最初講生同 我都是希望分享資訊 生同你學會了 你不需要我的了 你可以一腳也愛我的了 你聽到生同這個字 你沒聽過 你聽完之後 咦 我自己去做research 我真的去買書看 可以的了 其實 師父領進門 修行在個人 我介紹你這個概念 難道我是五封行嗎 難道我壟斷了香港所有的肉類嗎 你必須要跟我買嗎 我是不是壟斷了香港所有的椰子 又橄欖油 不是 你可以不用跟我買的 我分享資訊 所以這次武漢肺炎都是 我是不是在前次 我是不是周南山 我不是 但是周南山是否真的掌握很多資訊 我相信她是 但你也明白她 未必能夠暢所欲言 始終她在那個國家裏面 她不能夠暢所欲言 所以 我就到處看 而我掌握到些什麼 我覺得 make sense 記住 是我個人意見 因為我是個人意見節目 我不是大台 我自己發瘋 你剛聽你就聽 你不剛聽你就不要聽 包括你聽不到我說的一些 有政治立場的事情 你就不要聽 每個人要為自己的生命負責 你不要不對聽 然後你又在XXXY 在罵 然後我叫人有獨立思考 不要醫生說什麼 你就相信 然後你又覺得我在踩你台 那可能 說真的 我叫人心痛 我真的影響到很多人的利益 我知道 因為你病重少了 是影響到很多人的利益 我明白 但是 我是一個佛教徒 我相信因果 我相信我自己現在做的事情是對的 我想你們健康 難道我叫你去門口 放一塊布 用漂白水 整濕 回到家門口 踩踩踩踩踩踩 是因為你要給我買那塊布嗎 你要給我買漂白水嗎 是的 我店舖是有的 但不代表你要給我買的 你明白嗎 潤唇膏 是的 染了出來有很多個問題 但有7個沒問題 要買那7個 你不一定要光顧我 但是 因為我分享這個資訊 因為我care OK 我有解釋給你聽 我為什麼會這樣 怎麼會做到我今時會這樣 因為我爸爸 當年 因為他沒有掌握到對的資訊 如果我爸爸當年已經生童 其實他本身是會的 因為他本身喜歡吃肉類 喜歡吃肥的 但我媽媽就是這樣 吃菜 要轉人做牛油 Margarine 我媽媽謝謝 OK 我爸爸可能不需要 心臟做4個bypass 我爸爸可能這時候還在 那作為女兒的我 那你們都是別人的子女 那你們可能有人像我 那樣愛我爸爸的 那你想自己爸爸身體健康 想自己另一半長命百歲的話 那你是不是想有對的資訊 I am doing that role OK 我分享資訊 你可以不用光顧我的 你不要 突然間又不知道有什麼 情緒上身 你一定要光顧我 你聽到這個節目是不用錢的 可以嗎 但是回家 你記住每一次你出街 你預料自己領了東西 可以嗎 回到門口 踩了那塊漂白水的濕布 然後開門 脫了雙鞋 拿著雙鞋 放在櫃裡 馬上拿酒精 噴門柄 再用搓手液搓手 噴酒精 或者消毒 紙仔 抹了電話 電話很多人 然後進去馬上洗手 脫了一套衣服 放在洗衣袋 有蓋子 噴酒精 蓋上它 整個人由頭 沖到尾 如果你懷疑自己 真的中了 不知道在哪裡中的話 在家裡也戴口罩 接下來我不樂觀的 我覺得 隨著 世界各地這麼多的子弟回家 貴子弟 回香港 很大機會 香港會有大規模爆發 為什麼呢 我的邏輯是什麼 你是不是專家 你不知道 有些醫生就跑出來 不要緊 你儘管瘋 我當你是精神病患者 我為什麼覺得 會是這樣 因為你要防一個大陸 防一個武漢 容易 但你要防全世界 不容易 因為這麼多國家 英、美、法、德 澳、澳 全世界的人 都會經香港 很多機器不是直接飛 北京上海 或者大陸其他城市 會經香港 所以香港是一個很大的中轉站 一個中轉站 所以香港 那些人 來到香港 轉機也好 或者是那些子女 那些貴子女 在外國讀書回來 OK 回到香港 他會怎樣 跟爸爸媽媽吃飯 出街吃飯 跟親朋戚友吃飯 回到家 他會脫口罩 然後可能會吃飯 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上班 也會吃飯 親戚 同事 朋友 明白嗎 所以社區爆發 我還沒說過 空氣 倒流 睡口傳播 我還沒說過 所以是否接下來會爆發 我相信會 而說真的 我希望大家 全一年的口罩 因為你可以想像到 第一 你如果覺得 我不怕大陸口罩 大陸生產的 我都不怕 那我照用 那你也要 他肯買下來 才行 第二 美加歐洲的口罩 你不要想 會買到 已經 我手櫃上面拿著 那些 我現在都在困難 我買不買好 因為 你看到現在 歐洲爆到這樣 美加爆到這樣 他未來所生產的口罩 他一定會 block 我已經收到 消息 就是不會再出 那你如果真的要買 你要用零售方式 但是 你夠不夠當地的人 賺 當地藥房 自己本身有connection 那些 總會比你更有優勢 所以 現在 你買就買 人命關天 就買盡量好品質 我看到外面有些 泰國 印尼那些 很薄的 雖然都說是三層 都說是 有些什麼VPE VPE 但是 我不知道 那邊天氣熱 所以質地比較薄 對自己的命增值 買厚一點 那 接下來 我不知道我多久會做一次節目 老實說 我盡量 因為我也想說一下 靈性層面和能量層面 怎麼看這件事 有些是值得說的 interesting 你沒想到默倫會和疫情有關 對嗎 因為 除了人有默倫之外 地球都有的 時間都有默倫的 我們現在進入了這個心倫時代 所以 是會死一大批人 是真的 OK 這一個 我不今天說 因為我現在要聽我想聽的節目 所以 我就可能 我不知道 明天後日 大後日 我會先發帖 然後大家 上網 聽 OK 所以 你預計這次 是真的死一大批人 因為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默倫時代的更題 OK 而靈性層面 都有個understanding 靈性界別的人 即我們所謂的 這個 靈性圈子的人 都有些迷思 是值得要說給大家聽的 OK 現在講到這裏 我就去聽我的節目 以及我可以去追我的 李斯朝鮮 Kingdom 在Netflix上 都蠻好看 OK 所以大家請注意 記住出街打掃 戴著酒精噴霧 戴著搓手翼 回家 記住踩飄白水地毯 才入屋 OK Be careful 還有盡量在家吃飯 不要出街了 真是危險 OK Take care everybody 有些什麼 留言給我 OK Bye